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数字系列手机是小米的高阶旗舰手机。小米数字系列新旗舰,小米14系列手机日前一直有消息表示会提前推出。现在关于小米14系列手机的发表时间有了新的消息。 根据部分数码博主爆料显示,小米14系列手机将会在10月中下旬的时候开启预热。这也就是说,小米14系列手机很快就要推出与大家见面了。 据说这次发表会的内容很多,标准版还有专门为女性设计的机身。从之前的爆料讯息来看,专为女性设计的机身预计是粉色版本。 即将推出的小米14系列手机硬体规格上将会搭载高通新款笑容处理器,仍然采用台积电工艺打造,效能强悍。 不管是日常应用还是手机游戏都不成问题。 当然,对于一款智慧型手机来说,其效能不仅仅要看硬体规格,还要看作业系统软体。 从目前的讯息来看,小米14系列手机的另一大新亮点,就是在作业系统上可能搭载小米全新的自研作业系统,meOS。 meOS新系统在流畅性上表现优异、丝滑流畅,而且也支持平板、车机等等不同产品设备。 另外,博主数码协调站也暗示,小米14系列发表会会在10月底举行,这意味着新品很快就会官宣。 作为年度旗舰,小米14系列全球首发自研的meOS作业系统后,其真正重点是增强生态方面的连接性,会与现在的米家生态设备进行深度整合联动,让用手机操控各种米家产品的体验更方便快捷。 不仅如此,meOS还将会与小米汽车深度整合。 有消息称,小米汽车已经进入到失生产阶段,这个时间点刚好与爆料的meOS吻合。 因此,小米汽车的车机系统很有可能会集成meOS,汽车和用户手中的小米手机、耳机、平板电脑等一众小米设备进行联动,实现多荧幕协同。 参数方面,小米14采用1.5K OLED柔性荧幕,小米14 Pro采用2K荧幕,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 Gen3行动平台,标准版支持90W有线闪充,Pro版支持120W有线闪充。 且据外媒91Mobiles报道,知名爆料人士Unleaks近日放出了一组小米14 Pro手机的渲染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小米14 Pro与前代机型小米13 Pro相比拥有多处明显变化。 小米14 Pro预计将配备6.6英寸平面,AlmoLED 2.5D显示荧幕,解析度为2K,更新率为120Hz。 同样搭载高通骁龙8 Gen3晶片组,配备50MP主摄,搭配4860毫安时电池,加120W快速充电加50W无线充电。 小米14 Pro预计还将配有荧幕下指纹感测器、杜比全景声以及防水防尘IP等级。 目前看来,科技界和消费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即将揭幕的小米14系列上。 据可靠的数码博主透露,这一备受期待的手机系列不仅计划在发表会后的11月初立即投入市场销售, 更重要的是,它很有可能成为全球首款搭载备受瞩目的第三代骁龙8行动平台的智慧型手机。 这一点无疑大大提升了小米14系列的市场期待值。 对于即将亮相的第三代骁龙8行动平台,业界对其效能表现抱有极高的期望。 它采用台积电先进的4纳米工艺N4P制程,这一点本身就是对晶片效能的一大保证。 此外,这款处理器的架构设计非常强大,包括一颗主频率高达3.19千兆赫兹的超级大核心, 五颗主频率为2.96千兆赫兹的大核心, 以及两颗主频率达2.27千兆赫兹的中等大小的核心, 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八核心处理机群。 在绘图处理方面,Adreno 750GPU的加入更是增强了其多媒体处理能力。 据初步的基准测试结果显示,这款晶片在Deepbench 5.4版本的测试中表现出色, 单核得分达到了1596分,而多核得分更是高达5977分, 这样的成绩充分展示了它在效能方面的实力。 在软体规格方面,有趣的传闻正在围绕小米14系列展开。 一些爆料指出,由于这款新手机可能不会预装大家熟悉的MIUI15作业系统, 而是会载入小米全新字眼的作业系统,MIOS。 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小米在软体方面的重大调整, 也显示了小米在技术创新和用户体验方面的决心。 尽管相关的数码博主并未给出明确的证实, 这样的变动无疑会在消费者和市场之间引发一场广泛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小米14系列在产品的色彩选择和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市场策略上, 也显示出了品牌的用心。 据悉,新系列将推出一款粉色机身的手机, 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吸引女性用户群体, 展现了小米对多元化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和积极响应。 最后重磅的则是,甚至有数码博主发文称, 明年手机市场会很热闹,小米目前在接触台积电。 博主还称,希望华为也能更进一步。 该博主没有具体说明,小米接触台积电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结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应该是跟自研晶片有关,需要找台积电代工。 在科技行业的激烈竞争中, 自主研发晶片是一个企业在行业内站稳脚跟的重要标志。 据了解,小米的首款自研SoC晶片, 命名为彭泰S1,于2017年2月发表。 彭泰S1采用8和64位元架构, 主频达2.2千兆赫兹,采用了Moly-T860 GPU。 在彭泰S1之后, 传出彭泰S2数次流片都失败的消息, 后来小米就再也没推出过自研的SoC晶片。 在2021年,彭泰回归, 不过此时推出的彭泰CE晶片是一颗ISP影像晶片。 此后,小米又推出了彭泰PEP2快充晶片, 彭泰GE电源管理晶片。 小米自研晶片的发展是小米战略转型的重要一环。 通过自主研发晶片, 小米可在硬体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寻找竞争优势, 提升终端产品的竞争力和用户体验。 然而, 自研晶片的道路并不容易, 需要持续的投入和技术积累。 总体来看, 随着近日网上流传一张显示为 meOS的系统界面截图, 因此, 很多人猜测该系统即为小米的自研系统名称, 但最新爆料却显示小米自研系统并不会以meOS命名。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小米的自研晶片系列名为松果, 与小米自研系统有关联。 这些预示着小米在自主研发道路上迈出的坚实步伐。 通过这些动作, 小米似乎在向业界宣告, 它们不仅仅满足于成为一家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而是要成为一家全方位的科技创新公司。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